小孩睡觉抽搐的原因 如文医生特疗专家刘海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孩子抽搐 那么这个抽搐是应该打双引号的 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抽搐和抖动 它其实是混淆了 什么叫抽搐呢 我们在临床当中抽搐其实就指的是精觉 那么精觉的话就是孩子要意识丧失 那么他睡着以后这种有的时候这样抖一下呀 其实就突然就是四肢颤动一下 这个其实它只是一个叫抖动 那么这种是我们人体在浅睡状态 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不自主的状态 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刚睡觉的时候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突然觉得好像踏空了 或者就突然你目前你踩到哪里 你陷下去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抖动一下 这是我们人体在浅睡过程中的一个反应 那么如果真的就是说你判断不出来 孩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那么就觉得孩子除了这个抖动以外 孩子会面色发青呀 嘴角涂泡沫呀 或者你把它就是拍摆它呀 它不停的抖动 就这种时间会超过半分钟 或者一分钟以上 那么你就要尽快的到医院去查脑电图 查一些相关的检查 如果比如说他只是这样抖一下 很快过去了绝大多数他都问题不大 但如果这个时间长 尤其是当你发现他意识丧失的时候 或者口吐白沫 或者口周发青面色改变的时候 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 你这边好吗 就是这个筹 Morris 你这边好吗 你这边好吗